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疫情通报 2月15号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消息就说 2月14号的0点到24点 中国的31个省区市一共新增的报告病例为2641例 新增的重症的病例为849例 新增的死亡病例为143例 湖北占了139例 河南占了两例 北京重庆各一例 而新增的疑似病例为2277例 当天新增的治愈出院的病例为1373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人士为3081人 而截至到2月14号的24点 中国31个省区市一共报告的确诊病例为56873例 当中重症的病例为11053例 治愈出院的病例为8096例 累计的死亡病例为1523例 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为66492例 现有的疑似病例为8969例 累计追踪到的密切的接触者 513183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人士为169039人 王和胜下军令状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网的报道就说 中国卫健委的党组成员副主任 湖北省省委常委的王和胜就表示说 疫情防控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湖北武汉仍然是主要的战场 目前工作已经下沉到了社区 要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王和胜还表示说 已经将一批的体育馆会展中心 还有培训中心改造成为了方舱医院 以及隔离场所 目前武汉已经开放了9个方舱医院 有6960多个床位 收治的患者达到了5606人 下一步根据需要将继续的腾空医院部分的病房 征用部分的场馆 改造成为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 确保已经确诊的患者 以及疑似的患者都能够集中收治 王和胜还说 截至到2月14号的24点的时候 中国各地一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 25633名的医疗队员 这还不包括军队派出的医疗队以及队员 此外还调集了三个移动的P3实验室 其中在武汉市有181支医疗队 20374名医疗队员 在其他的城市有36支医疗队 5259名医疗队员 这些大大超出了2008年 汶川特大地震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以及速度 王毅称新冠之后 中国将浴火重生 来自香港电台的报道说 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的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当中 发表讲话的时候 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影响 但是相信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中国将会浴火重生 王毅表示 疫情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 但这将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 又说明黎明就在前方 曙光就要到来 他还表示说 中国经济有强劲的韧力 巨大的潜力 以及充倍的活力 完全有条件抵御各种风险挑战 中国经济大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也不会发生改变 他又引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风雨之后 总会有彩虹 相信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中国将会浴火重生 中国科技部急推法规加强病毒的管理 来自法国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月14号的时候 在中共的全面生化改革委员会当中 就特别提到了要加速的推动生物安全的立法 并且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科技部近日推出了 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高等级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部门也强调了要加强对实验室 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 确保生物的安全 法广引述台湾媒体东森新闻今天的报道说 中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的司长吴远斌 15号在记者会上就指出 推出该指导意见主要是为了加强规范管理和服务 高效有序的推进中国全国的应急科技的公关 条文当中要求实验室要发挥平台的作用 服务科技公关的需求 吴远斌还表示说 在此同时各主管部门要强调 要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 确保生物的安全 在科技公关当中既要强调特事特办 也要加强相关研究的论题的审查 以及知情的同意 做好疫情期间外国专家的保障 为各个企业提供好服务 该报道还说此外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的主任张新民就表示说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的研发的进度上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动物实验的阶段 中国的党刊《求是》杂志说 习近平在7月1号的时候 就已经知晓了武汉的事情 并且做出了相关的指示 难道说更大的问责就要来了吗 中国的党媒《求是》的杂志 今天也就是2月15号 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2月3号的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会上 应对疫情谈话的全文 文章显示 习近平早在1月7号 并已经知晓了武汉肺炎疫情 并且召开会议时 对防控的工作提出了一些要求 据《苹果日报》今天的报道就说 但是当时中国的官方媒体 新华社发稿的时候 完全没有提到武汉的疫情 习近平的讲话的通篇 都是讲的其他的时政 根据法广引述《苹果日报》今天的报道就说 习近平自曝1月7号就已经知晓了武汉疫情 并且做出了批示 分析猜测可能会有更大的问责 《苹果日报》引述了有关观察人士的话 就认为说中共的党刊公开了习近平 早已知道武汉肺炎疫情 并且做出了重要的批示 如果不是单单为了抬高习近平 为习近平来贴金的话 就是要问罪湖北以及武汉地方当局之一 大由陕西情岭别墅事件翻版之一 《苹果日报》表示说 《求是刊》载的谈话全文就显示 习近平在2月3号的中共常委会当中就表示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他在1月7号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的会议当中 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 做出了相关的要求 此外谈话全文也显示 习近平还特别的要求 要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和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此外习近平还强调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疫情 中国必须占据主动有效的影响国际舆论 要主动的回应国际关切 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 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要求全面的做好 同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 以及地区的沟通协调工作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那为什么1月7号 习近平就疫情做出的批示 但是湖北和武汉当局却置若网文 若无其事呢 翻看当地媒体的报纸 原来在1月6号到10号 武汉市要召开人大政协两会 1月11号到17号湖北省要召开两会 也就是说地方当局为了确保两会顺利的举行 无视总书记的批示 导致了疫情爆发甚至蔓延 相信这或许就是湖北的省委书记蒋超良 以及武汉的市委书记马国强 双双被问责的主要原因 该报道说 更令疫区的民众愤愤不平的是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早前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自报称 中方早于1月3号已经向美方通报了武汉疫情 而中国内地的民众完全蒙在鼓里 还在喜气洋洋的准备农历的新年 500万的武汉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就在这20天左右的时间里面 离开了武汉 把病毒带到了中国全国 甚至是全球各地 最终导致了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报道称事实上 武汉早于去年底12月初的时候 就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 直到1月20号 中共的高层开会要求引起高度的重视 全力的做好防控的工作 疫情全貌才浮出了水面 即至1月23号 武汉当局才突然宣告了封城抗议 事件才引起了中国举国的轰动 最终疫情才被真正的揭开 武汉和湖北当局对1400万武汉人民 有将近6000万的湖北人民隐瞒疫情 目前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传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被查 中国官方没有辟谣 网传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被调查 不过中纪委以及监察委的网站当中 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中国微信等些公共平台也疯传此消息 来自法管的报道说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的报道就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账号 侠客岛就报道说 网传纪委监察委15号 发布了高福被调查的消息 但是记者在2月15号中午12点多钟的时候 在中共的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当中查询发现 目前网站当中没有这个消息 钟南山说医生讲真话将不会被罚了 中国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的组长钟南山 近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的时候 谈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的时候 一度哽咽 只为李文亮医生感到骄傲 钟南山还表示说 医生以后讲真话不会被受罚 来自法国的报道说 根据BBC的报道表示说 钟南山谈到了李文亮的时候 落泪并说医生以后讲真话将不会被受罚 该报道还说 中国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的组长钟南山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相信会在2月中旬或下旬达到顶峰 然后保持平稳之后再下降 同时钟南山向中国政府也发出了呼吁 希望定下严厉的法律 禁止市民禁止野生动物 消息没有明确的指钟南山 接受采访的时间和一些细节 法国出现一例死亡病例 是亚洲之外的首例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法国星期六 也就是2月15号的时候宣布 一位80岁的中国游客 因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而死亡 这是亚洲之外出现的首例死亡的病例 法国卫生部长布赞表示说 他是星期五晚上被告知这一消息的 这名患者从1月25号以来 就一直在法国住院治疗 来自美林社的报道就说 这名感染者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他是来自中国的湖北 1月16号的时候抵达了法国 在住院期间 曾经接受了严格的隔离检疫 在此之前 中国大陆之外的死亡病例 仅出现在菲律宾 香港以及日本 欧洲目前有46起感染的病例 遍及9个国家 其中德国最多达到了16例 新冠全球化美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随着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持续的扩大和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感染病专家就警告说 全球预估将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感染这个病毒 而世界日报就指 美国疾控中心也呼吁说 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延续到明年 最终可能会在美国社区传播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正与流行监控网络进行合作 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疫情 根据法广引述世界日报今天的报道就说 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可能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美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消息说 美国疾控中心成立了应急处理中心 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化 该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日前表示 目前对这种病毒了解还不是很多 病毒可能会伴随我们度过本季 或者持续到明年 据雷德菲尔德警告说 他估计今明两年可能出现社区的感染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出现社区的感染 但是当局会加强相关的监控 该报道引述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 阿扎尔14号的话就表示说 目前美国大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风险相对低 但是情况可能迅速的变化 他表示当局已经和流感监控网络进行合作 西雅图 旧金山 洛杉矶 纽约和芝加哥的民众 出现疑似的流感症状 就必须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检测 进行多层的监控 十位专家组周末底经传有美籍的专家 世界卫生组织筹组的国际专家联合团队 将在本周末赴中国开展调查 美国先前质疑 北京当局在防疫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透明度 非常的缺乏 还不清楚团队内是否有美籍的专家在内 但是有消息传专家团队当中 有美籍的专家参与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就说 世界卫生组织周末 你赴中国进行调查 传团队当中有美籍的专家 WHO公共卫生应急计划执行主任 莱恩就表示 由世界卫生组织率领的 前往中国执行任务的12名成员当中 可能会有美籍的专家 美国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库德洛 昨天就表示 对于中国这次防空疫情方面的 透明度的缺乏感到有一点失望 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今天也继续的袒护中国 当被问及中国当局对付疫情 是否犯下了任何错误的时候 莱恩表示说 现在不是公开相互指责的时候 四大厂商保持沉默 新冠疫苗难现曙光 来自BBC的报道就说 全世界都在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 但同时人们也认为 大型制药公司竞相的开发疫苗 并且预期后者会从中赚取数百万 甚至是数亿美元 但实情并非如此 尽管今年全球疫苗市场 预计将增长到600亿美元 但并不能保证开发者 能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美国生物科技投资者 龙卡尔就表示说 成功开发防御性 或者是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疫苗 十分的困难 通常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以及金钱 特别典型的是 那些能够进行成功开发的公司 获得的资金有限 绝不是一些人误以为的 能够赚取数十亿美元 而目前辉瑞 默克 格兰素史克 还有塞诺菲以及强生 这几家巨头主宰着全球的疫苗产业 数据分析公司的分析就显示 因为传染病的增加 比如说流感 猪流感 肝炎 以及埃波拉病毒 2019年全球的疫苗的销售总额 达到了540亿美元 自2014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 荷兰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大学 医学中心的霍恩博士就表示说 人们会认为该行业 有足够的储备迎接这次的挑战 但是全球四家顶尖级的疫苗公司 对此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大公司之外 还有一些较小的制药公司 正在努力的生产 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吉利德宣布 将适用药物瑞德西韦 来对抗新型的冠状病毒 同时中国肺炎患者也正在试用快力加 这是制药集团艾伯韦制造的 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换言之 两项试验都是基于现有的药物 隆卡尔补充说 像吉利德或者是艾伯韦这样的大公司 能够使用现有的药物来进行治疗该病 但是对这种大公司来说 这不太可能对其股市的市值 产生显著的影响 文章说现在慈善捐款被用于激励制药公司 来开发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 领头羊之一的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流行并防范创新组织 简称是CEPI 该联盟的联合创办人包括了挪威和印度政府 还有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以及惠康基金会 CEPI目前正在资助诺维奥治药和现代这两家公司的疫苗研发计划 大型的治药公司戈兰素史克已经同意将其技术提供给CEPI 以帮助其研究开发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不过该报道指出疫苗通常需要对数千人进行冗长的测试之后才能够进入市场 但是2002年到2003年的SARS疫情来去匆匆 没有来得及研究出疫苗 实际上现今全球仍然没有针对SARS的预防性的疫苗 关于埃波拉病毒的第一种疫苗 是默克公司生产的2015年首次在西非几内亚进行使用 但当时该疫苗并没有拿到药物的执照 只是在这个国家被允许体恤使用 直到去年这个疫苗才获得了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 另外一种强生公司开发的埃波拉疫苗 则直到2019年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得到使用 克莱恩在2014年到2015年间担任了美国埃波拉疫情的协调员 上个星期他在非盈利性机构智库阿斯鹏研究所 主持的一次小组的会议当中就表示说 制药商为了生产埃波拉疫苗花了很多的钱 疫苗往往需要等待数年才能够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关键原因是潜在的副作用 即使药物获得了批准 也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 在2009年到2010年的驻流感大流星时期 有600万人接种了格兰素史和生产的疫苗 但是在发现这种疫苗会引起某些人的 发作性的嗜睡症之后 此疫苗被下降 发作性嗜睡症是一种睡眠障碍疾病 患者一天之内会入睡多次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 富奇博士也于上个星期在阿斯鹏研究所表示说 没有大型的制药公司挺身而出 来生产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这很难不让人感到沮丧 他也表示说在有需要的时候 有能力的那些公司却没有出手 摩托罗拉告中国企业盗窃案胜诉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摩托罗拉起诉中国的海能达通讯股费有限公司 盗窃其关键的双向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商业机密 在芝加哥得到了一个联邦陪审团的支持 法庭判决其获得7.646亿美元的赔付 来自彭博社15号的消息就说 陪审团裁定补偿性的赔偿3.4576亿美元 惩罚性的赔偿4.188亿美元 这正是摩托罗拉寻求的全额的赔付款项 经过长达3个月的陪审 陪审团讨论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做出了这个决定 摩托罗拉的律师表示说 他们将寻求命令来阻止 海能达收音机在美国的销售 此案是美国公司指控中国公司挖走员工 并利用窃取的专有技术 开发新产品的最新的案例 摩托罗拉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表示说 这一裁决是摩托罗拉的巨大的胜利 并且明确否定了海能达在过去十年当中 采用的非法和反竞争的策略